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方面會有洗米華的消息 因為早前洗米華 周卓華發了一封公開信 跟習主席習近平有些話要說 現在官媒竟然有些回應 那些回應是什麼呢? 稍後跟大家看看 另外也會跟大家關注一下 就是內地解放軍火箭軍的貪腐問題 因為有美國傳媒爆料 得到驚人內幕 另外也要看看 有兩個人 因為去讀馬安山母校的學生 導致有七個男童死亡 過百人受傷 這件事件終於被拘捕了 這麼惡毒的行為 馬安山母校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我們會跟大家看看 剛才講解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日前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了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 並且發表講話 他強調 經過新時代十年 堅持不懈的強力反腐敗 鬥爭取得到這個壓倒性勝利 並且全面勞固 說到形勢依然嚴峻複雜 其實對於反貪腐 看到我們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這方面 都非常不遺餘力 很大力 大大力 指出對於反腐敗 這些鬥爭 這些新情況 新動向 要有清醒認識 對於腐敗的問題 產生的土壤和條件 要有清醒認識 在這個永遠的路上堅韌 和執著 精準法力 持續法力 堅決打贏 反腐敗鬥爭的堅公 這個持久戰 這樣說 其實我們對於 這些腐敗 當然是不行 經常都說 國家不可以有這些東西 之前也有爆出很多淋淋種種 常有常貪 下有下貪 大有大貪 細有細貪 說到那些普通的書記 普通的鎮書記 甚至去到公安廳長 副廳長 那些都會有這些 很多部門都有 所以現在看到國家 尤其是在習近平領導下 現在 他真的大力 不斷砌 不斷砌 不斷把這些腐敗的人拿出來 他強調 要進一步 建全反腐敗的法制制度 加大對行賄行為 這個情治力度 嚴明政治紀律 和政治的規矩 更加要嚴肅黨內的政治生活 堅決防止搞小圈子 有力打擊各種政治的騙子 激發共產黨員崇高理想的追求 將這個以權謀私 貪污腐敗看成極大的恥辱 希望各個領導幹部 嚴管好自己的親屬子女 這樣說 當然 當然 由上又到內 要進一步建全 這個反腐敗制度 會不會內地又遲些做ICAC 香港有這個 ICAC ICAC出現 我相信大家有看很多電影 那時候 葛珀 探長年代 收片收黑錢 那個貪污的情況很嚴重 國家會不會用這件事去嘗試一下 就叫做督促一下大家 各個黨員 不要再搞這些貪污腐敗 看看 接下來會不會有些新的政策出爐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也看看 關於台灣 就宣布 這個團客去內地的禁令 解除 說到在今年3月前 就說會解除這個團客去內地的禁令 台灣交通部門 民航局 就宣布了 兩岸13個客運 包機航點開放 在春節前後10天 就可以坐飛機 就過去了 為什麼 接下來 這個時候才繼續放呢 其實某程度上 可能對於春節 過時過節 大家都真的要去回鄉 所謂的回鄉 去探親 今年也是叫做疫情後 第一個正常復常的春節 我相信 內地又好兩岸 全球華人都會大搞突搞 還要弄年 說到台灣民航局 就說他們看到這個 接下來的需求量 所以 就會有13個試行點 包括 瀋陽無錫海口 長沙西安 濟南 合肥南昌 天津溫州 大連桂林 和徐州 看看會遲下 可能再放些 另一件事 就 好像接下來的總總大選 到現在進入倒數階段 竟然 在侯友宜漲化競選總部 竟然出了事 派禮物 哎呀 蛇齋餅種米 他又派 蛇齋餅種米 全部都可以吃 但是他快點不能吃 搞到老人家糟糕了 什麼事呢 現在藍綠白陣營 在台灣大選的倒數階段 瘋狂拉票 國民黨彰化 完競選總部 他不是派食物 奇怪 他又派洗衣珠 大家也知道 那些洗衣珠 有個膠袋裡面 就像那些液體一樣 我們都擔心 小孩子不懂 就放下口 怎麼不知 老人家都中招 公道說老人家不知道 這些洗衣珠 以為是糖果 哎呀 放下口 整口泡 立刻砸砸砸 要去醫院 哎呀洗衛了 這個 都 挺尷尬 是不是 想著 支持 漂頭 漂頭後友宜 有人是這樣的 派這些 紀念品 誰知道 我吃完東西 就糟糕了 真是 真是 想不到 認識其反 下一則新聞 就是關於 在馬安山 不是香港的馬安山 是內地的馬安山 在安徽 不要搞錯 真的 出現了一宗 南北少林武術學校 發生一宗集體中毒事件 這件事件 導致130名師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中毒情況 其中有七個學生因為搶救無效而死亡 最小的是十歲 最大的十五六歲 而這兩位涉案的男子 一位姓父 一位姓朱 被捕 這件事件 真的要倒數 原來是1997年6月 這兩位涉案的男子 一直潛逃 潛逃 潛逃 潛逃了26年 根據法院 說原來被告人姓父 去到南北少林武術學校 做教練 因為那些瑣碎事 對另一位姓鵬的人士不滿 於是 這位姓父的被告 和另一位被告人姓朱 決定略讀報復 把整間南北少林武術學校 把整間南北少林武術學校 搞垮 你是教練 不是教人武術嗎 不是有武德嗎 你這樣嗎 真的 被你教出來的學生會怎樣 全部都戴毒 那應該不會吧 他怎麼下毒呢 就說把兩包老鼠藥 放在廚房上膠盆裡的豆 老鼠藥混在豆 醃製的豆 搞在一起 這班東西 整校一起吃 吃了之後 每個人都出現了中毒 其中有七個學生中毒死亡 最近這件事件 內地法院就一審 你想想多久才一審 對於這件事 指出他們兩個在早餐上落老鼠藥 兩個人以投毒罪判處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連帶賠償國父 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 雙英的經濟損失 很誇張 他怎樣流離失所 甚至乎潛逃這麼久 原來這位勝負 現在已經53歲了 他居無定所案發之後 更加用假名 假身份證 流浪去江西和福建 就被解僱了 由於他說 不敢登記身份訊息 在疫情期間也不敢打疫苗做核酸 近幾年都沒有坐過車 這樣 另一位姓朱 就去了浙江杭州打工 入聚了一家一戶人家 搞瓶莊水企業生意 最後天網灰灰疏 一直都是被捕 所以他有一個勝負的 真厲害 可以捱過了三年疫情 但是 最後還是要被捕 很簡單 要你真的受到法律的判決 不可以這樣 你讀了一百多人 好 接著我們看看下一則 這則新聞說到 關於有美媒 有些情報 我們習主席就說要打擊 那些腐敗的行為 反貪腐 前段時間出現了 關於火箭軍團 貪腐的問題很嚴重 嚴重就嚴重 人又換了 馬拉就拉了 那究竟實質是有什麼貪腐的情況 現在美國媒體就爆料 爆出驚人內幕 根據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美方情報機構相信 解放軍普遍存在貪腐問題 破壞北京推動軍隊現代化的努力 於是中國領導人展開大規模的清洗行動 美方人員估計火箭軍曾經透露多種方法 禮財 例如中國西部地區有多個導彈發射井 不過發射井蓋功能有問題 根本是不出事 不是吧 真還是假 還有離譜 連導彈要入燃料 不是入燃料 是入水 真的嗎 這些事件 我想起 我們讀歷史 那時候說到 清朝 有一群慈禧太后要搞哨臣 沒有錢 然後就說 那些官員 轉火藥 炮彈 偷火藥出來灌原來造假 哇 不是吧 那當然 那些官員也不是說去搞壽臣 如果是真的 就在自己的隊伍 美國傳媒 看回這些情報機關的消息 他們在估計中 由於現在火箭軍團 中國解放軍的火箭軍團 那個貪腐問題 所以導致北京未來幾年都不可能考慮 採取重大軍事行動 其實都很嚴重 我們國家扔了這麼多錢 投放了這麼多資源 怎麽不知 轉我頭 原來 都是告訴別人 甚至乎看到是有問題的 這樣 不可以 分分鐘 做假 你錢就白了 真是扔下了鹹水海 好恐怖 所以這些 不過當然 這些是真是假 都不知道 但是的確是換了人 所以 其實都很嚴重 錢白袋 真的如果是 就踢他出來 代了多少代代平安 扔回國家的錢出來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也會和大家看一下 關於洗米華周卓華的事件 之前 尤記得 我們報導過關於周卓華 他入獄之後 頻頻寫信 其中一封信 又說到什麽 就說向習主席 好像出家書那樣 他又說自己 什麼 希望得到一個公平的審判之旅 說得好像自己 可無辜那樣 無辜 當然我們從這個審判的結果 我們覺得 那你真是犯了法 那別人判你有罪 對吧 現在央視 揭發洗米華 網絡賭場的運作 他竟然吸了這麼多錢 揭發他犯罪集團的詳情 內地官媒就報導 浙江省溫州市 中國人民法院 在前年8月通過了3天的庭審 披露了卓奧洗米華 太陽城集團前主席周卓華 他的跨境賭博犯罪集團骨幹 張寧寧等人所涉的三件案件 嘩 都誇張 報導指出 溫州市中國人民法院 當時公開開庭合併 審理被告張寧寧等34人 開設賭場罪 非法經營罪 被告張寧寧所犯的開設賭場罪 被告中海宴所犯的開設賭場罪三宗罪 當時他們合併 當中指出 跨境賭博犯罪集團 虛構交易協議 多次進行資金跨境對付 有少許酒資的味道 合共超過11億人民幣 而當中非法獲利1900萬港幣 而重點就是 當中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法官 黃浩澤 即內地那邊指出 周卓華在境內成立 太陽城博彩中介一人有限公司 這個名字也有趣 一人有限公司 張寧寧就是在境內成立的 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 網絡賭博在2015年至2019年 根據境內查獲相應電子數據顯示 境內賭客投注量超過3千億人民幣 而境內贏取的賭本賭資 超過97億港幣 根據溫州那邊指出 這件案全面查實 跨境賭博犯罪集團 在境內組織代理 賭資結算 網絡賭博等各種環節 都具有危害行為 所以是要打擊 按照這個說法 其實他們是看到錢的來來往往 你說在網路上 過來過去 其中那些錢 你也要射下來 射下來進境內的時候 那條數字 所以為什麼他們可以看到 國家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我沒有誤會你 現在官方都說出來 是不是有一個回應 告訴周長華 你怎麼叫也無辱 別人看得一清二楚 錢銀的交易 究竟有多少屬於境內 你說境外的 未必可能管得到你 但是境內的 就已經可以管得到你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上面 他在喊不夠公平 也沒有資料 現在都出來了 好了 接著就看看一宗 就說到紹興 有三個人坐船釣魚 就遇到這個水壩的沸騰線 炒船 所以跌到水 就遇破了 涉事在紹興市 封開縣南風鎮的水域 救援人員說 出事三個人 起初在這個滾水壩上釣魚 水流很大 過了壩之後 就遇掉了 由於那片水域有很多魚 就不讓外人進去 但是不知道那三個人怎麼進去 不知道 就偷進去 後來跌到水 救援人員 警方 消防 民間的救援隊 展開救援 經過幾天打鬧 三個人的遺體 就尋回了 挺嚴重的 年輕的三十多人 你去釣魚 太急了 那些位置 全部是怎樣 可能你剛剛上樓去到下樓 剛剛中間那個位置 那些位置釣魚 一會兒就沖了你去 如果高低落差 你撞下去 很危險 你想想 一撞下去的水 就向下撞 然後沸騰 就算了 那你根本想游 你游不到 所以 唉 跌多餘 想著發財 找到庇位 這些事情 有時候算了 不要走到這些位置釣 自己危險 好 另外 看看接下來亞洲杯 在說足球 因為亞洲杯的決賽周 將會在12日到2月10日 卡塔爾舉行 除了香港隊 之外 中國隊 還有日本 南韓 都會出戰 抵達了多哈的國竹 就說會在13日 10點半夜晚 分組賽第一場 對塔吉克 內地傳媒就報道 說到一群國族選手 除了正常備戰和調整之外 竟然 特意給他看 什麼事 給他看 就是反腐專題影片 持續法力重心推進 關於求譚貪腐案的前任中國足協主席 前足協黨委書記等等 以及李鐵 這些認罪片 告訴大家 可能看了之後 請警惕大家 心懷不鬼想收黑錢 踢假球 麻煩你現在好就停了 如果不是下一個就是電視機上的你 是不是你想做李鐵 那些出來認罪 這樣 現在我們習主席說 要搞好這些事情 你試試再這樣待 不踢一場好球 搞不定 最近輸球 令到很多內地的民眾都很不滿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重拾正軌 去到一個比較有水準的足球賽事 你現在 你看人家日寒 都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這年早前 閉門作賽對香港 都打不贏了 現在就讓人覺得很失望 所以這一家都很引起很大的輿論 看來這個叫做亞洲杯 會不會進級有難度 儘管看完影片之後 嘩 厲害了很多都不出奇 另外也有一宗新聞 關於在河北 有一個裁縫店老闆 因為擺放廣告牌的問題 竟然跟城管執法人員發生爭執 有沒有打大交 有沒有出刀子 我們先看看 就說到這個刑台市 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支隊工作人員 又說 在調查這個事件 因為互相罵 又說罵對方的畜生 之類的 這位商戶 甚至乎其他商戶 又說 其他銀行 大藥房 也貼廣告 城管也不管 是管我們的小店 也不知道是否選擇性執法 搞錯 好像在自己店鋪附近掛廣告 好像又沒有說什麼 但是他有沒有阻礙人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可能就要看看 在台灣 竟然出現了一宗追債擺烏弄事件 追債擺烏弄的嗎 怎樣呢 就說一對父子 為了追回9000元的債務 上門就找債務人 反而被人打 兒子就不滿意了 於是就說 隨便便便便 放衝天炮跳引 即是放煙花 結果大件事 放煙花 彈到火屎周圍 拉著了旁邊的排球館 一群人離開的時候 還搞烏龍 大烏龍 怎樣呢 把債務人的侄子壓上車 拿著整杯都不斷推 除了這樣 最後還湊在桃園 明明是新北安橋 但就沿 asc 真是瘋狂的 這樣也可以 真是很可憐 你放煙花是放煙花 你燒了我的房子幹什麼 當時要你賠 當然要 人家欠你九千 你燒了我的排球館 這個數目很耐用 這些東西也是 人們亂來的 最後也要看看這宗內地有位女直播主 身材也挺飆青 有人說 你胸口是不是真的 質疑她 不知道是不是真材實料 這位女主播竟然毫無預警 整件衣服都拉開 整個胸口凸出來給別人看 用最霸氣的方式 告訴大家 我真材料不是薯條 真鬚不是假牙 只有一秒 但大家已經截圖了 都很誇張 是不是真 這些做妹 找一個人挑釁她 借意拉開衣服給別人看 這種露點鏡頭 雖然只有一秒 但很多人已經截圖了 當然我會覺得她是否刻意做這件事 來增加整條片的流量 但這種露點的行為 可能成為犯法的其中一個問題 所以這些事情留給自己研究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